《出路》這個紀錄片是從2009年開始 2015年最後一次拍攝結束 整個跨度差不多有7年時間 三個小孩來自於不同地區 不同的家庭背景,不同的社會背景 不同的經濟背景 每個人都要去找自己的出路 馬柏君是一個山溝溝裏邊的小姑娘 我長大了,要去北京上大學 曲家是橫正小青年,高考復讀生 原涵只是一個17歲就退學的 美院附中的北京女孩 我其實想把這種差異做出來 馬柏君的那個小學全稱是叫甘肅省惠寧縣頭寨陣野鶴河小學 一共只有兩個老師,五個學生 馬柏君是裡面最大的一個孩子 她已經12歲了,還上二年級 媽咪家一直住著的,就是那種窯洞 全家的那個開銷 一年不超過50塊錢 早上起來很早就自己用那個水壺倒一碗水 然後就把那個冷的磨磨 然後在水裡面一泡就這樣吃了 放學回去的時候她要餵豬做飯 她要幹很多農活 她要跟父母一起去收米谷 拍攝之前我並不知道他們要下那麼大的一斗坡 然後再上來 我覺得在整個片射當中是讓我最震撼的一個畫面 看到那個人,真的生活中來就是跟螞蟻一樣在討生活 我就看到那個畫面,我當時眼淚都掉下來了 她就是那麼喜歡上學,她要考北京的大學 農村的孩子都有這樣的憧憬 就是讀書是改變他們的命運 或者讓他們獲得更好一點生活的一個比較好的途徑 另外一個主要人物就是學家 典典高中的復讀生 我拍他的第三次復讀 他其實屬於農民工的一代了 他爸爸就覺得他們沒有文化 在城市裡面打工受了很多屈辱 爬在地上養孩子上學 父親後來去世了 他們基本上就是學習,早自習,晚自習 復讀本身其實是讓人覺得有羞恥感,有壓力,有恐懼 在這時間,整個人冒汗 手發抖,完全做不了事,完全做不了題目 我已經成了這個樣子了 也不差餘一年了 我就說,那就躲一年了 老天爺對他還是挺恩戴的 所以他還是考了一個好的學校 小地方的這些孩子呢 高考可能是唯一一個能夠體現公平競爭的一個方式 原韓系跟他們兩個人 是在完全不同的世界和空間裡面的 父母都是北京人 從小是上了最好的幼兒園 初衷上了最好的初衷 美顏附中也是最好的高中 退學之後其實一個最大的問題就是 怎麼樣去處理大把的時間 他當時還想做一些裝置 然後還想拍一個話劇 後來就去開了一個酒吧 然後他還去了一個信用品商店賣東西 我沒有想過我以後的生活想要做一個在哪一個階層的人 不會餓死就行了 而沒有人會被餓死的 三年以後 我在第二次拍攝 我見到他的時候 其實我也挺訝異的 他的整個體型 整個形狀其實都有一些變化 然後他已經退學了 15歲 那個年齡他也沒辦法去打工 現在已經開始載學了,沒上學生了嗎? 沒有 參加過工作了沒? 沒有 你現在這麼年齡這麼小就不上學了嗎? 對 媽媽已經住在那個橋上面,就是搖頭 他有很多憧憬 然後他也很想去嘗試 但是我覺得是有很多限制在裡頭的 很多人家的效果是熱的 是別人的狗的人 在說年少就要跟著有些對 他這樣突然手上狗的 是這樣突然 一種有狗的都突然 幹都幹不成,就拿到了 他大了之後要靠他老公 大家都在跟他灌輸這個東西 在那樣封閉的環境當中 好像這個就是她們的一個出路 第二次拍徐江的時候 快要上大事了 她自己的學校不是那個211 反正找工作找得很辛苦 為了實現父親的遺願,她要上大學 她是很短定高考,就是唯一的出路 到後面只有找工作這條路 給她媽媽一個好的生活 很多時候是要為別人活著 不是她一個人,是很多代理 其實都是在被這個環境不停地洗腦 我不是對許家的批判比較多 我覺得我是對許家的生活環境批判比較多的 我覺得你們現在才20多歲 你可能到30歲的時候 你要知道你可能把很多在這個社會裡面 在這個教育當中 就直下去了一坨一坨屎都得瞪出來 然後你才能夠變成一個真的人 所以這個片子就說我沒有一點讚美 但我也沒有一點憤怒在裡頭 袁翰後來她還是去了德國 到後面拍的時候我也有點抓狂 就是說因為她不像許家那樣 她在每一段有很清晰的任務要完成 我覺得她一直在對付這個敵人 就無聊的這個敵人 她也會去接一些小活 然後她也到國內來實習 來看看國內是怎麽樣在做 跟藝術是相關的 我如果每天都待在北京的話也挺難受的 沒有事幹我沒有意思 可以實習一下也挺好的 所以我就去問她們的狀況 她說她跟她表哥結婚了 這個可能是她自己能夠找到的一個出口 比較好一點的方式 我在打個電話她也不接 徐家找工作之後結婚了 因為她想對她女朋友有一個交代 袁翰她自己也開了一個藝術投資公司 我在林巴里把袁翰的有些東西 還有她的作品剪了一個小的片段 給徐家看過 說這是袁翰的生活 徐家的反應就是 她知道這個社會是不公平的 她接受這種不公平 但是在她的努力之下 她的下一代會達到圓環的那種狀態 我覺得中國的社會 很多人其實並不了解 另外一群人的這種生活 我不認為其實我這個片子 是要去表達一個這種社會隔閡 我倒是覺得 其實我是希望達到一種融合 會讓我們對自己不熟悉的某一段生活 有些了解,有些理解 我有的朋友看完這個片子之後 她說她會對她保姆更態度好一點 古之曼的一句話 叫一個國家沒有紀錄片 就好像一個家庭沒有相冊 當時其實那句話對我觸動挺大的 自己不做你會覺得很難受嗎 出路這個片子是一分錢預算都沒有的 所以因為都是我自己的錢 唯一的出路我覺得 你去打破其實那些成功學 還有就是這個社會這種權力文化 就是帶給你所有的枷鎖 每一個生命都是珍貴的時候 社會外衣脫掉的時候 我覺得它是融合的 其實就像原本那個小詩講的一樣 台語雖然響 但是也可以跟牡丹一樣開花 開得很香 嗯 嗯 按摩